好,我們進行第四幽神幻劍入篇 第四章幻夢千載 迷藏業界 地下混成一般陰沉的死葬 似乎是被迷藏隔斷的亂界 向後移一眾來到高昌古城遺跡的隧道之中 魔戰的糾纏 正能循著地麥流向尋找敵人 卻被高昌妖魔殘住 好,這關打贏 輕鬆輕鬆 是黃府寶主 就憑你們這些不入流的妖魔 也想盡我身 會讓你出外的妖魔殘 會讓你出外的妖魔殘 是你負責的口感 會讓你出外的妖魔殘 是嗎? 是你負責的口感 也不認識 皇陛宝主 我们这就救你出来 三师哥受了很重的伤 一定帮我开路 我要快些为他疗伤 放心吧 风姐姐 这些妖魔就交给我们 好 来 又有妖魔出现了 哼 又有妖魔出现了 皇甫保守如何了 死不了的 不过 里面那个怪物难缠得很 就是他拿整个高昌古城当巢穴 夏侯仪 我有事情想问你 皇甫保守有何指教 这戒指 你可有印象 黑蓝色的双头蛇剑 我没见过 带上他 这是 为什么会突然有异光出现 过来 过来 我来西域就是为了寻找传说中湮灭的楼兰 而此地的奇异幽界绝对与古楼兰称有莫大关系 也就是说 老主林之所以来到此地 是因为这里可能和楼兰有关 自是如此 武派那群利益熏心的家伙 以为这幻界是用来保护城中的奇珍异宝 不知死活 当真是愚蠢至极 那 皇妇宝主 这幻界妖魔和你的一身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妖魔从不知位于何处的异界 她向我偷袭 刀剑术法都奈得不合 才会弄成这副狼狈样子 皇妇宝主 你和她交过手了 就在这隧道尽头的古怪房间里 虽交过了手 但我可半点都没碰到她 唯有进入异界才能与她的实体决一死战 但那并非我所能之事 但是 夏侯宝 如果这是你的戒指 如果你就是传说中的纪史的话 那一切可能就不同了 纪史 皇妇宝主 我只不过是个 你和我有一模一样的气味 这是错不了的 既然戒指承认了你 那就一切都靠你了 三十哥 你 你的身体 生妹 你不用担心我 若咱们能生离此地 就再找一天 好好聚聚吧 皇妇宝主 不论如何 我们都会尽力一事 咱们快去吧 以此人身份 配上这幽吟之劫 想必能将石伦宫的视线转移他处 免得坏我之事 只是生妹与他同行 怕是日后麻烦 罢了 现在想这些也以为师晚矣 只盼他们寻到那镜子 解决了其中邪物 但愿夏侯仪能护好生妹 不过 这高昌成道也没叫我白来一趟 到底知晓了些换成相关事宜 忧城 忧界 才是我的该去之所 这世人如何待我 我便将如何还与这世间 届时 只待与生妹一同入那忧城 便也不负于他 想来那镜中邪物所言 待离开此处 也还是得派人去探查一二 八方珠灵 吻我令律 身随我道 零分成盈 这重重迷障之后藏匿的是个镜子 没想到在这还能见到如这样的东西 既然胆敢在本尊面前放肆 莫要藏头落尾 献出刑来 未见其施术淫咒便已重创于我 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以他的能力取我性命如探能取物 尚未动手显然另有所图 不过此处既有幽黄之计 想必此邪屋也与我所探查的换成有所关联才是 你究竟是何人 献出刑来 我有问题要问你 胆敢要无陶铁自保名号 如癫狂仪 若你能打我三文便可从我身上认取一物 即便是性命也可 但若你不能便送我生离此处 如何 你不认识 有趣 有趣 千年未有人敢与无谈条件 既然难得一见 无便应了你便是 三问三答 其一 我且问你 我这手中之戒究竟为何物 化歪之药 英明之物 继续 其二 我自何处而来 自然是幽影之间 如之栖息 无可熟悉 小心 最后一问 其三 我如何 可绝你之性命 我是又不会是有心 你不信 乃 不信 你不信 我会不会有心 我以下 来 哈哈哈哈 咦 前面好像有争论的声音 嘿嘿嘿 别白费力气了 你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好个空童子云神舟双臂 原来尽是卑鄙无耻的小人 你们没有种下来探敌人底细 倒有胆量追杀我 我们也不想这么做的 不过掌门师叔要我们取你性命 高姑娘 可别怪我们拉手无情 你们尽管来 我是不会束手就擒的 高姑娘 这地道里到处被异界封阁 你还是别多费力气了 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少跟着娘们啰嗦 这地方邪门得很 我可不想在这里待太久 咱们赶快动手吧 来吧 来吧 我和你们拼了就是 且慢 姑娘 你是天玄门的高皇军高姑娘吗 是的 请问阁下是 我是天摇派风铃声 五年前望剑锋我们曾有过一面之缘 没想到今日就会在此相会 发生了什么 此事说来话成 他们要 高姑娘 你还好吧 你受了伤 两派高徒竟然联手欺负一个受了伤的姑娘 我夏侯怡在此 可容不得这种事情 既然如此 咱们就宰了你之后再取他性命 兄弟们 上 这就是 没有 ber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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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创藥 若姑娘不嫌弃的话 以金创藥敷于伤口 不输数月便会恢复 高姑娘 刚才是怎么一回事 方才我在古城门口 听到周崇诸浩两人商议 若你们真能打倒盘踞在底下的妖魔 便要趁你们筋疲力尽之际 率重发动突袭 一举杀了你们 在高窗城门 我觉得你们是良善之人 便下来向你们示警 没想到周崇他们就派人下来追杀我 多谢高姑娘前来示警 不过这地下通道里使有妖魔出没 姑娘你伤势未遇 还是不要孤身来这里的好 不 妖魔便再猙獰恐怖 未必就丑过险恶人心 我待在这里 还比待在上头安心得多 好 高姑娘你且在这里躲着 待我们除掉妖魔 你也便能回去了 夏侯大哥 这些妖物又出现了 十字山安静晃幽界 这里的气息好乱 好奇怪啊 这个房间中的镜子和四周环境好不相称 倒不像是这个古城里原有的物件 的确 这里是地上缠乱的根源 大概就是那妖魔盘踞的所在 等等 我来过这里 我还记得这法座 记得前头的轮响梦境 《四叶之间》 《四叶之间》 对 是《四叶之间》没错 冰玲 你也知道这地方的名字 是什么 我还记得 霍庸 是谁 是《轮响梦境》 《三师哥说过》 妖魔躲在镜子里 原来是这么回事 这镜子已经与异界合为一体 里面是镜中虚界 那妖魔便躲在那里 咱们得设法进到里头去 才能伤得了那妖魔 进到镜子里面去 这要怎么做啊 我听娘说过 在神医画顿的术法之中 有藏身静影水面的化界之术 可是这咒术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做 如果皇甫堡主没猜错的话 或许这戒指能帮我们 线下也只能冒险一试了 这是 这团妖风逼人的黑色怪物是 如同幻影凝聚一般的妖魔 虽然看不太清楚 但我知道她就在那里 这儿就是一切逆园乱界的源头 一弟 我们所找的守卧元凶 看来就在这儿了 是谁 千年以来 第一次看到有人 进到这镜幻幽界 你们 是从幽界而来 你扭曲元祭 残害乃往生灵 究竟是何妖物 Malaysראー 甘感 要无滔铁自曝明号 哈哈哈哈 还等 得 臭大胆 事 滔铁 传说其乃是上古四兄之一 其痴凶暴摊石 会有无底深渊班吞时一切 相传这饕铁本是生于明幽界系中的异界协力 专以人魂运魄为实 想是这饕铁以幽界之力搅乱地象 隐居妖母 在古城里外布下弥阵 才使这儿变成了无方鬼域 不管怎样 非得打倒它才能除掉封禁此地的弥阵 这场仗咱们是非赢不可 那就是试试看吧 母要时尽而等的新魂运魄 想必要比那些伤绿凡俗要美味得多 不过是寄宿幽黄中的丑恶重类而已 竟然胆敢与我们作对 那便以我的幻剑除之灭之 诸位 贪食凶兽 拥有护甲石免疫炎蕾暗属性 但恐惧冰河光的力量 OK 给你最后一集 小石书上吧 不愧是圣谱凶兽 果然很难对付 这一战消耗我们甚多 不过这下古城的迷阵应该能解除了吧 有黄之界的主人 你到底是谁 你又为何来到这里 莫非 莫非 你和千年前造成这乱级的灾祸有所关联 这是天命的安排吗 什么灾祸 再说清楚一点 这取体撑不下去了 无要顿入幽界的细间修养 我很快 就会回复昔日的力量 幽黄之界的主人 咱们来日 再见啦 进幻幽界崩离溃解 下回一等人回到古城门前 重等精疲力尽之际 周崇出号 帅重 发起刁难 好 我们 刚刚不是还在 涛铁的幻境幽界里吗 这不值死活的小子 还在说梦话呀 下猴小子 我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过 多谢你帮咱们解了迷阵呢 黄鼠狼给击败年 你们嘴里吐得出这个蟹子 只怕是不怀好心吧 你可想清楚你现在的处境 眼下现在神武冠的婆娘和公孙老头都不在这里 你的伙伴也都全倒地不起 再没有人可以护得了你 嘿嘿 今天你落在老子手里 算是你命里注定该绝吧 哼 卑鄙小人 我可不会就这样认输 嘿 不和你啰嗦了 你们快点送他归西吧 给我上 我要保护大家 下猴小子 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 你群没用的废物 还是要我亲自动手 天使有律 法轮为音 两位 请你们见下留人 尔等何人 为何插手此事 我等乃是十轮尊者 这少年身系要物 至关重大 请两位把它交给我们吧 哎 你们四个老鬼这么说说 老子就得教人 天下可有这等道理 要人可以 先过了老子这关再说 中门人 听候略阵 去看 要是 你 不认定 你 你们究竟是 他们换个地方谈吧 不是 不 是 是 是